我覺得經歷了分亂的一九一二零 這兩年大家都可能進化了一點 《怪澤了謝班同路》 這段是我的 那首歌就是有事有角色 我的角色就是我最大知的 喜歡撈走所有的隊友 我們單飛了之後 各自有各自的收運 各自有各自的見解 《怪澤了謝班同路》 大家都有一些 今天不知明日是的狀態 所以與其不知明日是 不如跟進去吧 我都覺得我自己都幾佛系 因為我相信英國 我相信輪迴 我相信這個世界有能量 這個世界是虛空 而我們感受的東西 眼耳鼻舌 心意 很多時候都是我們每個人的觸發點 我們要放大它 然後才會感受到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2013年 這個人 他叫我自己一個去旅行 那時候因為不開心 和感情生活的問題 就去了台灣 有一天 就去到華山那個民創區 那時候進去 有一個叫風潮文化 有很多大自然的音樂 那突然間 遠處看到一個三角形 然後有一個 坐墊那些 那就是走進去看 咦 冥想初體驗 冥想體驗 500元台幣 30分鐘 有一個導師 那樣 他好像梁靜宇 好記得 哈哈哈哈 清清的背來別要怕 請游隊 不單唱 不怕變成就 然後他就說 問我有沒有試過 我說沒有試過 那今天呢 這個叫做 meditation 那個meditation的方法 就是會用氣味 去給我一些精油聞 還有 音樂 那樣 我記得那時候 前面有一個screen 一個蓮花 Digital蓮花 一個Digital蓮花 當你吸氣的時候 它的蓮花會打開 當你呼氣的時候 它的蓮花會藏起來 就會看著你有沒有 好好的 那個 那你就看著你的蓮花 那開始看著你的蓮花 然後 挺好玩 哇 打開了 我就玩那個蓮花 然後玩一玩 然後我就開始閉上眼 去引導我 聽著音樂 那我就開始 到頭那段時間 都沒有什麼 到最後的五分鐘 突然間覺得 嘩 為什麼 個人輕了 開始向上 向上升 然後眼睛不斷流 那一次 之後 之後 就 完了那個 爆哭 我沒有試過崩潰的哭 然後 梁靜宇呢 他就給了一杯茶我喝 即即梁靜宇 OKOK 他給了一杯茶我喝 然後喝 嘩 這麼好吃 那杯茶 很多層次 這樣 我就在想 咦 是不是杯茶真的很好吃呢 原來自己改變了一些東西 自己放下了一些東西 去再看一個世界 就會有不同 我們第一首歌 就是集合法地下保衛隊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心靈的連結來的 我們在一起 每一天 都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